喜歡滑板的朋友看過來 來自東歐捷克的選手Maxime Hefnick 年僅22歲 去年剛奪下波蘭滑板大賽冠軍 在世界各地比賽的他 這回首次造訪寶島 要和大家互相交流 台灣好手柯佳恩 八歲開始接觸滑板 從此愛上這項運動 這次能有機會和國際選手切磋 興奮心情異於言表 因為這一次他來台灣嘛 所以然後我們有到不同地方 去做一些拍攝的動作 就是滑板的也有 然後包括一些可能台灣的文化 就可能我們還要到廟裡拜拜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 學習滑板將近十二年 柯佳恩喜歡挑戰自我 在極限運動裡找到一片天地 經驗豐富的他 也給予初學者寶貴建議 不要害怕 就是盡量的去嘗試 可是也不要就是嘗試一些 太危險的動作 不是自己可能能力的範圍 可能你還不會跳 就基本的動作 你就可能要去跳一個 很高的落差跳下來 可是這樣就很容易受傷 滑板有多好玩 要親自體驗才知道 初學者只要克服恐懼 就成功踏出第一步 現在國際好手也親自登台推廣 希望台灣有更多人注意這項運動 一同感受滑板的樂趣 未來體育新聞黃瑞宏許欣源採訪報導 我請客用車身詞